今天上午有全台第一次的女性限定半馬路跑 不過卻是引來了店家還有居民的抗議 因為他們認為影響到他們的生活了 更多內容交給陸 今天早上的路跑很多人可能都是早起 就馬上到市府前面 不過我們現在這邊也發現 其實這裡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有一些居民 他是拉起了白布條 他們表示說我抗議這個路跑影響了我的周邊生活品質 也抗議這個噪音打擾我早上的清夢 甚至很多的是他們的攤商抗議影響了我們的生意 甚至有人他們講說我們的生意還因此掉了五成以上 我們來聽一下附近的居民是怎麼說 其實他們的交通管制 他們早上五點就開始管制 然後我們攤商的車輛沒有辦法進出補貨 然後影響到我們生意五成以上 我們也會審核你路跑的價值 如果你是為了盈利的 我就要收租金 廠租啊什麼我就行政資源我就會降到最低 如果是公益性的 像企業他是創造形象 但是他還是提供這樣運動的方式 那我們也會提供一些行政的協力 好的那我們看到喔 就是居民他們抗議可能路跑呢 讓公車改道或者是說生意受影響 但是市府的官員也表示其實像這樣子的路跑呢 可能去年大概也就是七場 那距離原本他們預定的十二場是大概 這個一半多一點 那他們也表示不過他們對於民眾的聲音一定會是去關注 所以像今天他們就有把喇叭呢 是朝向市府的方向而遠離居民 那加上他們認為說其實像這個路跑帶動的一個生意呢 其實也是有可能上千萬的商機 所以當然會希望說能夠跟居民在座進行的溝通 那我們先將現場的情況還給彭內 好今天上午呢有伴馬路跑 但是呢附近的居民認為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呢 也因此在早上的時候是出面抗議